好部長 第二個問題我要再跟你請教 因為其實我之前也蠻多次關心過 這個護理人力的這個問題 那其實我知道說這幾個 這幾週其實衛福部很積極的在召開 相三班互並比的這個標準討論的會議 那我的辦公室其實都有全程參與 那我之前在幾次黨團的討論裡面 我知道部長其實非常非常在意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這個護理師離職的問題 要怎麼樣能夠去減緩他們離職的這個狀況 我知道這部長其實非常非常 花很多力氣在想這件事情 但在這幾場會議裡面 我有一根部長報告 很多護理代表的其實提到 其實很多在這個護理職場 累積到一定經驗的這些護理師 他們可能剛到這個育林 或剛生過小孩的這個護理師 其實確實都因為照顧小孩的問題 然後而必須從護理的職場離開 那我們現在看到根據衛福部提供的資料 我們會發現 每年護理人力增加 其實是在22到24歲 是剛離開學校 剛畢業未婚為主 但每年護理師流失的年齡的分析 是在大概30到35歲 或者是36到40歲 這幾個年齡 其實是流失最大宗 所以部長 其實現在其實有蠻多護理人員 他們在跟我說 其實他們上的班別 尤其是白班 這個病人的量很大 業務最繁忙 從早上7點開始交加班補紀錄 一直忙忙忙到傍晚五六點 其實在這個排班的制度下面 讓他們很難去兼顧到 比方說小孩的接送 或者是這些家庭裡面 可能不一定是要全時段的照顧 可能部分時段的照顧 其實讓他們很難兼顧 也因為可能只是部分時段難以兼顧 會讓他們萌生想要離職的念頭 回過頭去照顧家庭 我知道部長其實花了力氣 包括我們在思考說 怎麼留住他們 所以想說夜班的部分 怎麼樣來提供家籍 來協助 我覺得這都很好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問題是 現在我們有沒有一種可能 可以請衛福部來找 包括醫院的代表 社家屬 保護司 護理人員 我們有沒有可能來 研你 試的研你一個方向 是說這個友善護理人員的 一些托育的制度 如果大家真的在這方面 因為有照顧家庭 照顧小孩的需求 而因為這部分 有部分的原因是 從這部分要離職 從數據看起來是蠻多的 如果我們在這裡面 有一個友善護理人員的 托育的制度 可以協助到他們 或支持他們 也許在排班上面 或者是有什麼托育的資源 可以支持到他們的時候 也許在這一塊 就不會有這麼多人 因為這個原因而必須去離職 我剛才講的這些部會 從照護師 從社家屬 醫院代表 其實這都是在 衛福部的管轄之下 其實如果我們是可以在 這些單位裡面 研理出一個這樣的制度的話 我認為也可以有很大程度來緩解 部長一直很焦慮 或者是很憂慮 這個護理人員離職的這個問題 這部分部長 我們有沒有可能往這個角度 來做這個計畫的研理 好 那跟委員報告 您的提議 其實是我們一個努力的方向 但是它的困難是 醫院裡面的空間 它一般來講說平效 就是它空間使用 對於他們醫院裡面的 這個金流的收入來講的話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醫院裡面去設的話 很多醫院大概都不是很願意 因為用來做北城 校庭比較好 收集的比較好 所以這是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困難 我不是說不行 因為長遠來講的話 你如果讓你的護理人員 這一個在院內脫育 或者是說像脫兒這樣子 能夠做好的話 其實是讓你的人力 是可以更穩定 這個部分大概是這樣 不過有一點就是 已經超過兩分鐘了 好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很高興的一件事情是 現在大家會注意到 家庭的因素 會是占護理人員離職的最大部分 在以前我跟護理界在談的時候 他們講的唯一因素就是薪資 是 所以部長 我現在提議說 當然我們有時候 有沒有一個托育的空間 這是一個方案之一 甚至大家講說 讓護理人員可以有照顧的不離職的這個方向的話 甚至有沒有可能在他們的工時或排班上面 有多一點的彈性 這個彈性的部分可能可以讓他們有一點點的時間 去兼顧到他可能要照顧小孩或什麼的需求 其實這個彈性也許在一點點的彈性下 或者部分的彈性之下 就可以讓他們多一點支持的部分 我覺得這也是可以沿你的方向 所以這一整套的東西 當然有空間的我們從空間去處理 沒有空間的是不是可能從排班的彈性去處理 這部分我是希望衛福部我們可以往這部分來研議 我覺得他也可以幫部長消除很多你現在擔心的事情 對啊 是 謝謝 這樣我們往這方向可以嗎 這個部分 不過時間就還是要有一點時間 我知道 但是我覺得部長三個月的時間 有一個初步的討論的方案可以來跟立法院這邊來報告一下 你們初步的想法 三個月的時間 不是說不是說要多完整 但至少有個方向我們往前走好不好 這部分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洪委員 現在休息十分鐘